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MastGCT这个项目 它同样的是一个语音克隆项目 同样的也是这个零样本语音转化 TTS项目 跟我们最近发的几个语音克隆项目其实差不多 这个项目呢 它是10月9号发布的 我视力下效果还行 不过它有自己的问题 这个优化方面还是差点意思 这个我们后续还要等它一个更新 好那我们直接看项目 这个项目出发是11G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启动 这边下一个有个要启动文件 在这个地方 手机启动 稍等一下 这个呢是这个 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用 我们把这个文字删掉 那么这个语音克隆项目它支持四种语言 中文英文 日文 以及韩文 需要这四种语言的 然后你可以试一下 其他语言现在好像是没有 然后这个参考语音 就是这个我们来给大家听一下 床前明月光 仪式 地上霜 好就这样啊 这个 呃 这边呢 就是我们需要输入一个 选择的参考音频 给大家自己选 这边的参考音频文本啊 就把你上面这个 语音对吧 说的是什么内容啊 然后你把它输入到这里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输入你要这个 克隆的文字 我们来找一段文字 输入一下 那么就在这边找吧 好就这个啊 然后我们把中间这个删掉 试了一下这个中间这个它的效果不是很好 好这样 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开始 这样就可以了 呃 这边给大家提个写 这个项目目前的优化差点意思 所以这边如果文字太长的话 那么可能会导致你的 显存爆调 所以这边呢大家尝试的时候呢 可以这种字稍微短一些 如果你文字比较长的话 那么你可以分段 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这边呢还有一个TST 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文本很长 你可以把长文本呢把它放到这个 TXT里面 这边是一个目录 那么这边呢同样的有说明啊 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是你这边是选择了这个 TXT的这个目录的话 那么它会优先选取这个目录里面的这种文件 啊然后来作为一个输入文字 如果你下面没有的话啊 那么它会使用你这边的文字 然后来进行一个 克隆 银屏已经生成了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效果 如果 你在使用时遇到 任何问题 欢迎 在此仓库中 公开一个 但请使用 英文描述 它这个效果呢还是可以的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项目目前为止的话 最大的问题就是 优化方面的问题 显存优化 这个呢差不多得 12G左右啊 然后才能跑得起来 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等一下它后续的一个优化 大家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